化妝我覺得是基本的 但有時候我還是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啊 到底對誰禮貌 對啊 你 你 路上 對 路上看到你的人 我講的 他們也沒對禮貌 對我們啊 對啊 但是因為就長這樣子啊 你的問題不在於化妝 在於穿著 他穿著很可愛啊 NO... 平常是不是這樣啊 有一次他去過年的時候 在迪化街 然後被狗仔拍到 你知道他穿 穿個大繩 然後拿一個那個菜籃 我是穿那種很像 黑道的花襯衫 那襯衫很貴耶 對 它不是一個 因為他有一個 那是他的風格 那是風格喔 那雖然他拍到我站路邊站 那腳話開始大成了 對 而且 越來越來越可怕 這腳會慢慢打開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 穿著 邋遢 絲織粉 化妝我覺得是基本的禮貌 但有時候我還是不懂為什麼 到底對誰禮貌 對啊 你 路上 路上看到你的人 我講的 他們也沒對禮貌 對我們啊 但是因為就長這樣子啊 你的問題不在於化妝 在於穿著 他穿著很可愛啊 no 平常是不是這樣啊 他是上節目才這樣穿 對啦 有一次他去過年的時候 在迪化街 然後被狗仔拍到 你知道他穿 穿個大繩 然後拿一個那個菜籃 等一下 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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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跟你講 狗仔也真的 我是穿那種很像 黑道的花襯衫 那襯衫很貴耶 對 他不是 因為他要有一個 他主角的風格 那是風格喔 那雖然他拍到我站路邊站 那腳話開始大成這樣 而且 我跟你講 狗爸這腳會慢慢打開 我會過的 腳會慢慢打開喔 不會 我可以做證 男生看不懂 他看不懂 男生真的不懂 你不要只要看那種 穿得很dasty 對啊 辣的什麼的 對啊 真正大繩穿著辣遢 是不會穿內衣 出門嗎 出門 所以冬天冷的時候 你就想說 為什麼要多穿一件 出門不穿內衣 冬天你看不到啊 衣服又厚 你那麼厚 我今天有沒有穿 你也會不知道啊 真的 是不是 可是自己會覺得怪怪的 不會 怎麼 你舒服耶 天啊 那我還年輕 我沒有辦法不穿內衣 你平常出門會特別打扮吧 我自己現在跟流浪漢一樣 而且他說不穿內衣 不穿內褲也可以 你不穿內褲 不穿內褲怎麼可以 這是衛生問題吧 睡覺的時候 就不會穿內衣 不會穿內褲 然後就泡一件很大的T恤啊 內褲也不穿 真的啊 你們不怕會有小蟲蟲 對啊 這是不對 床鋪保持乾淨 而且我跟你講我的理由就是 該風乾的地方要風乾 風乾啊 妳說那 開眼廚師就會乾淨 這是第一學報導上講 是健康的 因為我們一直悶住嘛 妳妻子有點側睡 她就會 沒有 衣服是會照住的啦 子萱應該也是 衣服是照著住 然後只是裡頭是空的 睡一睡你就會起來嗎 對啊 起來什麼關係 妳旁邊又沒有人 對啊 就算有人也沒關係 會跟你睡在一起的 關係就是很好的人 妳這樣 剛好啊 有什麼關係 我還有畫面的 完蛋了 我好像 我為什麼要跟幾個女人聊這個 妳怎麼坐在這裡 你知道現在這個行為 就什麼都敢聊 就是很大聲 對啊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他們在廁所還可以聊 對 可是隔壁有人也都是女生啊 因為比較在意的是 男生的眼光吧 但可能隔壁的不是大神啊 不是 對啊 因為我覺得幾個女孩子在一起聊 一些這種比較私密的問題是OK的 但如果有男生在場 你們還敢這樣聊 那就真的是大神 當然啦 當然啦 到我們這個年紀 還有什麼不敢 真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這方面比較年輕 什麼意思 害羞 我比較害 還是不形象一點 還是要 來 大神 威威 就是現在越來越會把OS說出來 對 譬如說坐計程車 那我坐計程車司機開得很慢呢 就說不好意思先生可以開快一點嗎 然後他還在慢慢 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趕時間 可以快一點嗎 然後第三次 其實你心裡的OS就是 然後後來就會發現 我其實靠了窗後就 你就是直接耗出來了 對 不耐煩的都會表現出來 情緒很容易顯露 對 會直接講出來 我是最近 我坐計程車 要下計程車的時候 我都 這個我也會 坐到最好的 你坐直 對 或者是站很久坐下來 白夜紅 對 真的 就完全沒有意識到 我們都會耶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然後起身的要 欸咻 不是 我是欸咻 我是欸咻 對啊 怎麼辦 然後沒有 這個有分喔 大嬸會 欸咻 然後女神會這樣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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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天啊 講不出來啦 因為發現 我們講欸咻 會有點噁心 對啊 就決定 不是喔 別講喔 欸咻 欸咻 而且你會不會覺得 死不上力 死不上力 這請會心 死了 還是欸咻 屁就很像啊 啊 氣 對 我沒辦法 然後我喝東西 會這樣喝完 你這樣 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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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自覺 所以我旁邊 不然就說 你會不會太大聲 我說我口渴啊 你就覺得好好喝的水 然後這樣 嗨 那我們再來看看惟惟 你還有什麼 這個大神的行為 就是 現在常常記憶力 就好像鯨魚一樣 就很快就忘記 譬如說 像我家有狗狗之前 有一隻老狗 然後牠要吃藥 我真的會在上一秒 餵完之後 下一秒想說 欸 牠剛有吃藥嗎 對 我也會 你也會 那是出老耶 對 你知道老人家會怎麼用 哪一個盒子 上面要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有啊 我現在我自己的藥 都有放盒子 沒有 因為有時候像我 真的會忘 對 婦科的藥 它是需要每天吃的 對 我真的有時候 就是 今天到底有沒有吃 然後我就要拿出我的藥 再去回算 我那天看醫生 然後剩下幾顆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有吃這樣子 然後後來想說 這樣太麻煩 我就是用那個 一二三四五 就禮拜 禮拜幾 對 禮拜幾的用 記憶力真的直線退化耶 像要去買東西也是啊 我現在 不然我已經到了那個 譬如說超市 然後想 什麼都沒了 這可怕的是什麼 我前一陣子就是 因為 怕會忘記 所以我就寫在手腕上 因為洗手會洗掉嘛 你洗手腕 大嬸都會把電話放 把電話放在手腕上 不是 我跟你講可怕的是 你洗手會洗掉 對 你洗在這邊洗不掉 但因為我洗太靠近了 所以我洗掉了 然後我洗掉的時候 我還看說 為什麼我今天手那麼黑啊 妳還不記得自己的手 好好笑喔 沒有 我說 為什麼這麼髒啊 我到底今天做什麼事情 怎麼會那麼髒啊 好可怕喔 妳剛剛講 妳說吃藥 我也是有時候 比較早起 可能六七點就醒來了 因為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妳就會比較 睡得少 對 醒來了 好早 妳好早喔 我不好睡又很早起啊 六點多醒啊 醒了以後我就 到客廳喝一杯溫水之後 說我先吃個保健食品好了 我就吃個B群啊 魚油什麼吃完 然後看了一下新聞 就又睡著了 睡著醒來之後 就叫個早餐吃 吃早餐 吃完早餐 吃完早餐的 應該要吃保健食品了 又吃一次 短短兩個小時 就吃了兩次保健食品